管住自己 作家廖一梅 在《悲观主义的花斗》中 有这样一句话 如果你不相信克制 是通往幸福境界的门钥匙 放纵肯定更不是 人这一辈子 多数不幸 都是因为管不住自己造成的 我们唯有对人生负责 才能从自律中获得强大的成长力 从而使生活逐渐向好 管住自己的嘴 听过这样一句话 智慧由听而得 悔恨由说而生 没有口才又不守沉默的人 会有大不幸 因为苍蝇飞不进闭着的嘴 一个人若管不住自己的嘴 总说些不该说的 即便一两次侥幸无事 时间久了 早晚会生灾祸 北州名将赫若敦 一生立下军功无数 作战非常勇猛 但他有一个缺点 为人太过碎碎 且说话不经大脑 为此 他在朝廷得罪了不少人 于此 突厥军来犯 周王宇文户亲率大军二十万迎战 因指挥失误 此次东征 无功而返 身为大臣 赫若敦不仅没有因为战败而悲哀 反而私下和不孝喝酒时戏谑 宇文户不懂军事 还不如我去呢 必能大获全胜 这些话 几经辗转传到宇文户耳朵里 并成了赫若敦既于主帅之位 有谋逆之心 宇文户震怒之下 令赫若敦自行了断 直到官差来宣旨 赫若敦才意识到 自己无心之眼 竟引来杀身之火 临终前 他把儿子叫到自己跟前 说 无以舍死 辱不可不思 说吧 他用锥子刺破了儿子的舌头 以此来告诫儿子 祸从口出的道理 做人 一言一行 都不能荒腔走板 而是要拿捏有度 多嘴多舌 是智货的门径 慎言敏心 是功成的根基 明代大学是 徐浦少年时代 为了不断剪点自己的言行 曾在书桌上 放了两个瓶子 每当新生一个善念 或说出一句善言 做了一件善事 他便往瓶子中 投一粒黄豆 相反 若是言行有什么过失 便投一粒黑豆 慢慢地 瓶中黄豆见多 黑豆见无 直到后来围观 他一直都还保留着 这一习惯 因为他言语有节 行事功签 言语律己 却从不究人小过 在朝中多年 谨慎如始 因此 成为一代贤相 以四朝元老的殊荣 告老还乡 礼记 滋衣有约 一个有修养 有道德的人 应该对自己的言行负责 为人处事 说话做事 要深思熟虑 言不忘出 行之谨慎 管住自己的嘴 才是守住 安身立命的智慧 管住自己的身 知乎上有人问 如何让一个肆意挥霍身体的人 管住自己 高赞回答中写道 让他为自己的行为 付出应有的代价 或许 一时放纵 会给人带来愉悦的享受 可那些以健康为代价的 一时之快 都标着高昂的价格 上海有位18岁的女孩 因为昏迷不醒 被家人送进ICU 当医生询问病情时 才知道他非常喜欢喝奶茶 每天都要买将近100块钱的奶茶 是名副其实的奶茶妹妹 不仅如此 平日里 他饮食作息也严重紊乱 想睡就睡 不想睡就通宵 想吃就吃 不想吃就饿着 他哪想到 就是这放任自由 差点要了自己的命 要知道 不佳节制的贪想 不是做人的能耐 而是人生的无知 我们只有让自己 好好吃饭 好好睡觉 好好锻炼 把身体照顾到位 才有能力去学习 去热爱 去积极地掌控生活 辽凡私讯中 有这样一个故事 云谷大师问辽凡 为何觉得自己命里无子 除了他认定的命数之外 还有哪些原因呢 辽凡先生分析 自己平日试酒 去酒 会伤害自己的精神和体力 另外 长期静坐 不睡眠 对自己也有伤害 云谷大师听后说 记忆之音便去纠正 昨日种种 譬如昨日死 从后种种 譬如今日生 从他克制自己那天起 一切都和从前大不相同 之后 原了凡对自己的作息和习惯 请家约束 并互生向善 第二年 果真妻子有孕 生了儿子天启 自控力强 和自控力弱的人 差得不只是整个人生 还关乎一个人活着的质量 健康的生活 其实取决于 我们自己的选择 只有一个人 真正管得住自己的身体 合理善事 规律起居 适量运动 才有能力享受生活的 种种美好 柳道士 欲闻名其精神 先自强见其体魄 管住自己的心 如果一个人 能被别人轻易地 打破内心平静 那么 他对自己 几乎是失去控制的 记得 有位同学 曾在微信群里说 他每看一遍朋友圈 就忍不住内心 一片翻腾 有人在马尔代夫潜水 有人在巴蒂亚 跳伞 有人在晒着孩子的 清华北大 录取通知书 有人豪宅乡车 自己呢 在格子间里 吹着风扇 吃着盒饭 汗水粘在额头上 翻到块肉 都觉得欣喜 每每想起 他心里边 都觉得焦躁 难过 总会想 凭什么别人 有盐 有盐 有钱 我却如此 于是 他闲下来的时候 几乎满脑子 都是如何的 一夜暴富 根本无心做事 即便做起工作来 他也看领导不顺眼 看同事都觉得烦 他曾坦言 这些念头 在心里纠结着 不知道该怎么消解 其实 心是无影无际的 所以 从心里生出的欲望 如果不加限制 就是一个无底洞 不论你得到多少 都会觉得 得到的远远不够 把心安抚好 心笃定 人才可以 踏踏实实地做事 听过这样一个故事 从前有一个国王 问他的老师 如何守心 老师让国王 派两班宫女 一般在东街跳 一般在西街唱 然后 从监牢里 放出一个 判死刑的犯人 拿一个盛满油的罐子 让他捧着 绕街道一周回来 如果罐里的油 没有清出来 就舍他无罪 溢出来就砍头 结果 那犯人走了一大圈 手上所捧的油 竟然一点都没溢出 老师让国王 问那犯人 路上的所见所闻 犯人却说 什么也没有看到 什么也没有听到 国王奇怪 街上这么热闹 你怎么会不见不闻 犯人答道 大王 今天是我生死的关头 我一心只顾着那罐油 怎么还有心思 注意别的事情呢 老师笑了 您看 只有真的守住心 就能不被外界干扰所动 能够无视定心 临视守心 立视恋心的人 都是生活的强者 只有守心不移 才能盯在自己需要专注的事上 不让嘈杂干扰自己的思维 影响自己脚踏实地的做事 真正靠谱的人生 不仅是走出来的 更是靠自制力成就的 一个人最大的对手 就是我们自己 肖伯纳说 自我控制是最强者的本能 行紧能坚其智 严谨能崇其德 而能守住心 则会让我们完全成为自己 想要主宰自己命运的人 都不会放任自留 一个真正成熟的人 必然能够守口 修身 定心 不断修炼自己的处事之道 行事不任心 说话不认口 做人不认性 唯有对自我拥有足够掌控力的人 才不会拱手把自己后天可造之运 全部交给命 而是做自己人生 真正的掌局者 好了 今天的文章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 感谢各位的聆听和守候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不见不散